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拔丝地瓜 经常看拔丝军视频或者刷TikTok的网民们应该都知道 TikTok上面有很多博主会让人忍不住发出疑问 这也能赚到钱 又因为太蠢走红网路的 也有直播假扮NPC赚的盆满钵满的 而在中国的抖营上 也有一位王妈靠着假扮打工人NPC 获得千万粉丝收获过亿点赞 更是演出了无数网友的心声 但也正是因为这个角色 让他人设崩塌 成为无数网民们批判的对象 今天,拔丝军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位王妈的故事 最近在大陆掀起了一股短剧热潮 很多人都开始回忆 当初对着狗血小说里的剧情 哭得枕头都湿了的日子 一时之间 无数的俊男美女们通过短剧走入网友们的事业里 并一跃成为人气爆火的网红明星 在这个颜值至上的年代 确实不出奇 可是最近最火的网红女明星之一 并不是什么光鲜亮丽的俊男美女 而是一个叫做王妈的保姆 王妈原名叫王志欣 之前就经常在抖音上更新一些搞笑的影片内容 她的影片风格真实 结地气 经常拍摄校园段子 深暗网民们的爱好去向 几乎每次都能蹭着热点事件拍摄爆宽影片 在大部分人的注意力 还在故事里呼风唤雨的男女主角身上是 她就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了 故事里那些不起眼的打工人 可能年轻的时候 大家都能把自己带入到男女主角 但随着年龄长大 很多人都渐渐意识到了现实 大多数人最后只能成为男女主闹脾气时 无辜被牵连的打工人 而王妈就从这个视角入手 开启了一步 重生之我在爸总短距离当保姆 别人重生当复仇女主 王妈重生当豪门丫鬟 憋出心裁的 以一个决心打工人的角度 狂嘲古早总裁文的狗血剧情 一身朴素的土色保洁服 是她的景点皮肤 爸总家的优质原种保姆是她的身份 恋戴怨气般为十足是她的神态 偶像剧经典套路 女主身患重病 纵裁对着医生放下狠话 吃不好 所有人都要给她陪葬 放在几年前 大家可能还在感慨 男主好爱女主啊 但是现在 大家却能看到王妈一脸懵 我也要吗 男女主闹矛盾的时候 女主下着大雨跪在门外 男主虽然嘴硬 没让女主起身 但还是安排了王妈撑伞 免得女主感冒 男女主吵架 遭殃的只有一脸疲惫的王妈 男主醉酒回家 好不容易在杂物间睡下的王妈 又要被叫起来煮醒酒汤 女主为了等男主 等得饭菜都凉了 男主还没回来 任无可忍的女主 最后也没动一口饭菜 但是 女主不仅折磨了自己 还折磨了一只热菜的王妈 还有男女主吵架的时候 生气的男主化身桌面清理大师 一下就把桌面上的东西 推到地上 王妈在旁边急着跳脚 也没拦住 最后只能灰溜溜地 收拾满地狼藉 这样的王妈 不禁也会让人想到 在职场上努力工作 却又被同事或领导拖累的情况 如果这样看 这一系列影片不应该叫 重生之我在爸总爽剧里当保姆 而应该是 王妈的受难日记才对 但实际上 王妈看似是身份低微的保姆 却也不灌着爸总娇气的臭脾气 总会在被迫 卷入他俩的烂摊子时 开启吐槽模式 在抒发自己情绪的同时 也满足了观众的反抗心理 替他们像职场上的那些 不公平行为反抗 为他们除了一口恶气 王妈在爸总神夜喝醉归来 被女主喊醒时 并不会无怨无悔地起床 而是骂骂咧咧地责怪他们 刚睡着就要被叫醒 到处无数半夜收到领导消息 爬起来工作的射出心声 在恶毒女配下毒谋害女主 一张口就把罪责 推到努力工作的王妈身上时 王妈也绝不憋着 直接就拿出无限对讲戒 找保安调监控 完全不憋着 恶毒女配指挥她去做坏事时 她也会露出肩膀上的监控 就是这些看似不符合小说 却又符合现实的剧情 让评论区的观众们 体会到了爽感 保安保安调监控 这才是正常人该说的 以前代入女主 好爽好浪漫 现在代入保姆 好颠好无语 黄金矿工都挖不到 这么高纯度的神经啊 虽然在这部影片里 王妈仅仅只是一个保姆 没有只手遮天的权力 也没有腰缠万贯的家境 她甚至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 但观众们鉴赏水平 和精神需求的不断攀升 大家早就对什么 追其火葬场 带秋袍 闲浑厚爱 替身文学 这些千篇一律的传统霸总文学去魅了 简而言之 霸总文学已经退环境了 人们开始清楚地意识到 脸谱化的形象 悬浮的情节 无非是为了捏造出 无数让人游离于现实之外的幻梦 王妈以边缘人物作为故事焦点 从一个全新的视角 对原本陈词滥调的霸总文学 进行解构 原先服务于霸总的功能性NPC 没有个性的模板化工具人 不再只是被一笔带过 王妈为这个无名无信的躯壳中 重新注入了灵魂 王妈的生活细节 具体行为和心理活动 都被影片无限放大后 大家才猛然意识到 王妈的这些经历 与大多数打工人的日常重叠 王妈还原了普罗大众 对荒诞剧情的真实反应 这才是王妈涨粉数百万 成为网际网路行径顶流的原因 这些打工人视角的影片 深得网友欢心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就平均浏览过亿 平均点赞高达200万 更是为他的账号 涨粉了300万 然而 这位在剧中屡次将霸总 玩弄于鼓掌之间 标榜不向权贵低头的 短剧界超级剧性 却在不久前 失去了观众的信任 跌下神痕 就在王妈的保姆系列 不停更新的时候 一面找工作屡屡碰壁的网民 在网路上更新了自己的抱怨 他本以为王妈这样的剧情 所在的公司 肯定也不会像影片里的 发疯总裁一样压榨员工 但面试后才知道 在湖北武汉这个一线城市 一个月只给4000人民币的工作 却要求员工有运营过 四个播放量过万账号的经验 还要做广告脚本编写等工作 独立完成文案创作 图文排检 甚至还要复盘 记录 更新之前的数据 同时改进影片的质量 当然 工作内容也只是一方面 王妈的公司还实行大小周制度 也就是一周六天工作 一周五天工作 这样交替进行 甚至入职上班 还要员工自备电脑 虽然招聘在页面上写着 就9点半上到下午6点半 但面试时 面试官却暗示 公司的员工经常为了做影片加班 很多时候都加班到凌晨 这条帖子一发布 很快就引起了大家的讨论 虽然一部分人 对于公司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怒 但也有更多的人能够理解 有同样在武汉找工作的人 分享自己的找工作经历 公司开的工资 基本上都是这个价格 4000在武汉 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 遍地都是月薪3000大小周的工作 甚至还有6天工作制的工作 不过很快 又有新的面试者 爆出更多梦料 这位面试者面试时 曾经试过一篇稿子 谁料稿子里的主要内容 却在几天后 出现在发布的影片里 但面试者当时收到的消息 确实不被录用 很难不怀疑 是借着面试的理由 套取别人的创意 不仅如此 随后更是有一些 自称在王马公司上过班的 网友们出来爆料 试图揭露更多内幕 找人出镜当群演 重复拍摄多次的前提下 连最基础的劳务费都不给 试港三天就把人辞退 炸干了员工的创意 马上换下一波试用人员 越来越多压榨员工的黑料被爆出 更大的问题还在后面 一个名为天眼查 可以查询公司各项信息的网站 发现 王妈的公司 虽然成立于2022年2月14日 但2022年及2023年 都没有给公司里的一个员工 买过社会保险 在中国 公司必须要给员工买社保 用以保障员工的意外损失 不交社保可以算是一种违法行为了 如果不曾拍过被霸总 使唤揭模的卑微打工人剧本 那这个普遍性的劳资问题 不会让他的口碑坍塌的速度这么快 范围这么广 正因为他从靠共情理解打工人圈坟 大家默认他站在了 更弱势的员工这一边 但没想到 现实生活中他自己开公司 竟然连最基本的保障和待遇都没提供 人前打工人 人后资本家 演戏是工作 博学是真实 本以为王妈到此就会反省 没想到他的公司面对质疑 第一步就把天眼查 这个算是权威机构的网站高了 在5月21日 就对天眼查发布的 关于参保人数为零人的虚假信息 给予了法律警告 并向天眼查发出正式的律师函 紧接着放上参保信息 例证公司并非零人参保 但王妈算是搬起了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天眼查不仅发布了一个帖子 向王妈科普 为什么参保人数失灵 因为公司2023年的社保信息 是公司员工自己填报的 公司自己想要隐藏信息 就会显示零人 除此之外 天眼查还发布了一条 王妈赚的钱 到底进了谁的口袋 进行了一波回击 虽然公司真正主事的是王妈 但公司法人 却是当初和他一起拍影片成名的朋友 钱都给王妈赚了 责任都给朋友单了 而且王妈一条21到60秒的 影片的广告插入 报价就要50万 60秒以上的影片 更是报价60万元 按50万计算 两个月的时间里 竟是王妈系列的广告植入 就已经突破千万 这还不算小号 以及其他平台的软性植入 以及推广收入 至此 大家才完全看清了王妈的嘴脸 而王妈公司也认清楚了局势 迅速发布声明道歉 承认了部分事实 也澄清了部分谣言 将公司从大小周改为五天工作制 还在试用期的员工也会缴纳社保 公司的最低薪资 不会低于6000人民币 经过商量后 还会给公司员工 每人配备一台苹果电脑 看到一个好笑又扎心的说法 正是因为打工人是牛马 所以离职才叫跳槽 就是因为拍打工人视角 让观众共情所以火的 结果自己现实里面 是里面压榨打工人的资本 他房很正常啊 拿着苛扣员工的钱 给爸爸买豪车 他怎么那么会呢 好了 本期的拔丝地瓜就到这里 感谢朋友们的按赞订阅 下期也会给你带来更多精彩内容哦